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很大改变耶 我最近接二连三的听到一些类似于 maternity leave啊 或者是I'm pregnant啊 或者是就是我家小孩之类之类的这样子的单词 然后我突然觉得 我的世界好像跟以前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然后因为就是有很大的机会是 我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 就会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嘛 然后也让我瞬间突然间想很多关于我之后 人生计划 我甚至有一个很可怕的念头你知道吗 请讲 我甚至在想 不如先把婚结了小孩生了再回去拍电影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蛮不错的 但是with who 八字还没有不是没有一撇 是八字还没有一点你知道 对对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我也 我也有 是不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就真的是 错不及防会遇到这样的思考 我就觉得我们到了三十岁之后 聊天内容很老龄化 天啊 不是老龄化 就是进入了一种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是下一个阶段 对对 流失了一大批年轻的听众 请不要走 不要放弃我们 你们也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不是吗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 就是假如哦 就假如我的工作稳定了 然后生活稳定了 然后一切都可以很顺顺利的进行了 maybe我也真的遇到一个 就是husband material的人 father material的人 然后maybe也真的就结婚了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哦 感觉有个灵魂拷问要来了 灵魂拷问 你会 你觉得你有可能做家庭主妇吗 好问题 真的是灵魂拷问耶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的 因为我身边 说实话我现在身边家庭主妇真的是越来越多 是哦 就是对 就是在我的朋友都纷纷结婚 然后生了小孩之后 其实有不少朋友还是选择 确实是选择做家庭主妇的 我以前觉得这个群体离我蛮遥远的 但是 但是现在就是 我有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 现在就是在 就是全职带小孩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之后 其实我觉得 我很有可能也会 做家庭主妇 但是 未必是 一直做下去 但我 我其实现在 因为小孩小的时候 你要花时间照顾他 对吧 而且我又 不想只有一个小孩 我又想要有 对对对 就是至少大于一吧 对 那这样如果有两个 甚至更可怕三个的话 其实 其实你真的很难再出去工作 特别是在他小的时候 就是 在他 可能还没有上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 那段时间 我很难想象 我家有个这么小的小孩 然后我自己在 在外面工作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 有几年时间会去陪伴他们的 但是至少 但是未必是 未必是一辈子啦 就是 我 我其实也不能想象 我一辈子就 在家照顾小孩 但是至少我觉得 在他 比较小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 真的是需要父母一些 经历的 我觉得我们聊这个问题之前 还是要先设立一个前提 因为同样的问题 我愿不愿意做家庭主妇 我觉得 必须要有一个经济前提 就是 我老公是会赚钱的 他不需要赚很多 但是 至少他赚的钱 要能够满足家庭的 基本生活支出需要 因为 你知道小朋友上学是很贵的 小朋友的 吃掉 负胎分也是很贵的 所以 对我们也不能够说 就是天马行空的去聊 但是 说到这个家庭主妇 我觉得 首先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说 会不会有这样的需要 是我一定要做家庭主妇 我首要考虑的还是说 我能不能够接受那种模式 就是 我觉得可能 对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最近一两年 都work from home的话 很多人会有类似的体会 就是在家办公嘛 其实家庭主妇也是在家办公 只是你办公的内容不一样而已 对 但是 因为你要照顾的东西 可能更偏向 后勤 这类吗 我之前 我之前 至少小的时候 其实我小的时候 对家庭主妇这个概念 是有一点点抵触的 就我总觉得 她就是完全跟 所谓时代新女性 这样的term 是相反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小时候会有点抵触 但是我有一次发现 我好像可以接受 这件事 是我之前有一个经验 在成都 做了三个礼拜 亲旅的换速旅行 就是在那个亲旅里面 我不需要付房费 但是我要工作 然后我的工作内容 就是每天早上要早起 然后去打扫 可能大堂的卫生 以及后院的卫生 然后去买菜 然后给大家做午餐 然后午餐完之后 下午的时间 我可以自由活动一下 然后我再回来做晚餐 然后晚餐之后 又是我的自由时间这样子 然后我做了两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那种生活模式 我完全OK 我甚至有点享受 就是你没有很大的 可能业绩目标什么的 你的工作内容 就是要保证大家的环境 是舒适的 有吃的 有住的 就是东西是OK的这样 然后我甚至早上 就是在我们 我现在都记得 那个画面就是 早上起来 然后帮每一个花瓶 那种水培的薄荷换水 然后再拿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扫帚去后院 我们后院有一棵 忘记是什么树 反正是有花瓣的 然后花瓣落满地 还有些树叶落满地 那时候是春天 然后就拿一个大扫把 在那边扫 扫走所有的落叶 然后我在耳机里面 在听歌 那个画面 我觉得很怡然自得 所以我突然间 包括说我每一天 给大家做饭 可能你做饭 你不是说 我今天想吃什么 而是你的那个选择标准 是我今天去市场 去超市 看到什么菜新鲜 买什么菜回来 再想这些菜 可以怎么样排列 组合出哪几种不同的菜 要保证大家的蛋白质摄取 然后青菜摄取 然后谷物市摄取 都是均衡的 然后再做饭 你不觉得整个思维方式 是很妈妈吗 然后我经历完 我经历完那两天之后 我惊奇地发现 我OK耶 我甚至有点enjoy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很神奇 所以那段时间的经历 你最enjoy的那个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enjoy就是 我要一个人做很多事 就是我有很多 对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 一个人的时间 扫地也好 做饭也好 都是自己的时间 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 是被欣赏的 就是大家会赞 你的饭好吃 你做的菜好吃这样子 嗯 但这个其实跟真实家庭主妇 我觉得有点出入 因为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是有一点出入 对吧 是有点出入 因为我觉得小孩就是 因为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其实我身边的 结了婚 有孩子的那些朋友 他们的小孩可能刚刚 很多其实还没有上幼儿园了 就是很多 就是可能会说一点点话 然后会走路 然后 但是 但是他毕竟还没有上幼儿园 所以其实还没有到学习的那个阶段 然后还没有进入到一个 跟同龄小孩 就是那个社会化的过程 还没有 还没有打开 对 然后这个阶段的小孩 就是 我到现在还是对他们有点惧怕 你知道我今天中午 跟一些同事吃饭的时候 其中一个 算是我老板吧 他就在说 自从他有了小孩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订过早上的闹钟 然后现在 自然醒 都是被吵醒 然后现在他们的小孩 已经可以熬到六点半 才吵醒他们了 已经很棒了 which means 之前更早 然后一方面 我觉得 哇 有小孩好可怕 然后另一方面 我觉得 哇 这种对话 已经变成我的日常了 也好可怕 哦 对啊 是还真的变化蛮大的 但是 我跟你的这个体验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我 从来没有体验过 就是在家 不是不是在家办公 就是我其实从来没有体验过 我真的在家 然后我并没有一个很 tight schedule 就是说 我要做什么 然后要完成什么任务 然后这么多的时间 都是自己在 相当于是自己在支配的 就是你没有试过 还OK 嘿 对 对 对 嘿 那个 很准确 very accurate 对 我从来没有试过 所以其实 一直以来 我对于 就是不工作 在家里 就是照顾家庭啊 或是说 照顾 照顾 就是照顾小孩啊 打 就是打理家里的事情 我一直以来 都是有惧怕的 而且我的整个家族 没有一个人是 全职爸爸 或是全职妈妈 对 但是应该有 全职外公外婆吧 哎 对 对 就对我来说 全职 是退休了以后 然后外公外婆 可能 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可能会帮忙 带孙子 带小孩 孙女 对 带小孩 这种 对 有 但是在我的上一辈人里面 没有人是全职爸爸妈妈 所以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 比较难以接受 我自己进入 那个状态的 直到 直到 这个观念 真的是发生了一个 蛮巨大的改变 直到 可能也就是一年多 一两年前吧 可能最多 可能也就一年多 以前 你遇到了什么人 我真的很好奇 我没有遇到什么 我没有遇到什么人 只是 我身边的朋友 开始 就是 开始结婚 然后开始生小孩 就我身边的朋友 开始进入了这个话题 所以我 我比你可能更 更稍微早一点点 去听到大家讨论说 他的 maternity leave 然后那个 他的什么 产 产 什么 预产期 预产期 对 对啊 然后 还有学区房 对对对 就是买房子的事情 就我可能比你 大概早 早一年多 两年 就是我身边开始 我不停地听到 这样的对话 然后到现在 我已经习惯了 这种对话 以及我现在 可能因为 真的有跟我关系 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 就是选择在家里 就是照顾小孩 但是我看到他们 就是 活得也挺好的 就是 就怎么说呢 他们有自己 也有自己 打发时间的 一些内容 然后他的整个 生活方式 也很健康 他也不是说 选择在家 照顾孩子之后 他就完全跟 社会脱节也没有 就是他们 他也想要做一些 可能 可能 maybe孩子 再大一点点的时候 想去创业 做一些自己 真的感兴趣的事情 就是 其实他们每天 也是 keep themselves busy 然后 而且我觉得 整个过程 是很充实的 且他们可以 很近距离地 去看到 小孩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 那个过程 其实蛮幸福的 对 所以就慢慢 改变了我这种 对于 可能对于这种 生活状态 有一点惧怕的 那个心态 所以你 所以你的 你OK 做家庭主妇的 OK是 更倾向于说 我想要试试看 就不是说 你知道 你可以 maybe enjoy 或者是 对 我可以试试看 就是 我很难说 我enjoy 因为我没试过 第一我没试过 OK 第二 我知道我自己 做家务的能力 非常菜 这个我也知道 你不用那么直接 对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我可能 还是会有很多 我搞不定的地方 就是 或是说 我会 可能那个挫败感 比我在职场上的 挫败感 要 要 要更大 但是 从需求的层面出发 我不太接受 我的父母帮我带小孩 就我不太 或者是我另一半的 父母带 我也不太能接受 overall 我觉得还是要 我也是 自己带 自己带 对 那自己带的话 就没有办法 你 你就是一定要牺牲 你的一段时间 给他比较多的tension 对对对 我们不如着重来聊一下 家庭主妇这个 这个概念好了 因为 其实这个词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 社会上对于家庭主妇的 这个词 好像会被 这个词好像会被 拿来当做是一个贬义词 好像会 有点妖魔化这个词了 对 好像会常常 你常常听到说 一个女人的职业是家庭主妇 你可能就 either觉得 她是不是 没有工作能力啊 或者是 就是 被老公养着的那种 就是 完全吃老公的啊 或者是 或者是 广东话有一个词 我觉得很适合形容 我脑海当中 一个非常typical的 家庭主妇的形象 就是 好漏黑 是那种 经常会碎碎念 这个没做好 那个没做好 这个要忘 这个不要忘记 带那个 那个不要乱摆 什么的 这种 这种形象 就 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你会有 类似的吗 我也有类似的 刻板印象 就是 我的那个词 跟漏黑 有一点点像 就是嘴碎 对 但是 但是其实这个 蛮神奇的 就是说 我的整个家族里面 其实并没有 只有退休的外公外父和爷爷奶奶这种 其实我的家族里面 是没有人做全职爸爸或全职妈妈 但是我为什么会对于 比如说 当我听到家庭主妇 我会想到 比如说这群人 他会给我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特定印象 就是嘴碎 我觉得 一方面是有可能是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有一些媒体 在做渲染 是 那另外一方面 可能也是 我自己实际上遇到 比如说有的时候 下午 就是 去咖啡厅 然后你可能在一个 漂亮的咖啡厅 你就会看到 这个 这个 that actually happened 上周的时候 我去个咖啡厅 对 然后 坐坐我旁边 那个 那个咖啡厅 是蛮有名的咖啡厅 很多人喜欢去什么 网红打卡 对 网红咖啡厅 打卡拍照之类的 然后我旁边 就坐了一群 肯定是 肯定是家庭主妇啦 对 一群 可能比我们年纪 要稍微大一些的 姐姐 大概 有带小孩吗 没有 没有 五六个人 但是我从他们的谈话 内容里面判断出来 他们是家庭主妇 对 因为他们都谈到 自己的小孩 他们好像小孩 基本上也都在上小学吧 然后就谈到 自己的孩子啊 谈到自己的老公啊 然后就谈到 他们圈子里面的 另外一些谁谁谁啊 就是那个形象 你知道 越燃于纸上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我对于这群人的一些 可能有一点点 stereotype吧 也是来源于 比如说 我日常生活中 有的时候 偶尔会遇到他们 然后或者是说 在媒体上面 看到的那个形象 并没有让我觉得 我很想要变成他们 就很少 对 所以你 所以你觉得 就比如说 当你对 当你听到家庭主妇 这个词的时候 你的刻板印象 可能会觉得 他们喉咙黑 这个 这个意识 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觉得 多数应该也是一些 影视剧的 运染吧 就是again 影视剧 真的很影响 大家怎么看待 这个世界 怎么设想 这个世界 对对对 他就把家庭主妇 变成是一个 刻板印象 然后就是 对 但是我也有遇到过一些 其实他属于家庭主妇 但是我觉得 我很欣赏他的生活方式 就是 我应该之前节目 也提到过 之前有寄宿在别人家 然后呢 他们家那个 妈妈 女生 其实我之前叫他姐姐 他就是 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然后老公是要 朝九晚五工作的 但是他不需要 然后家庭的经济状况 也是OK的 然后 我之前就是放暑假 寄宿在他们家的时候 我忘记是 反正有小 好像还有 对他已经有个儿子了 然后 我们 他那个时候会 因为他是美国人嘛 所以他会在家里 教英文 然后白天 上午可能就是 着重处理一些 家庭的事情 比如说 送老公上班啊 然后 然后陪小朋友 陪一阵子 然后就准备做午饭嘛 然后下午的时间呢 就会有小朋友 来他家里上课 当然不是说很多啦 就只是说可能 隔一天 有一个两个这种的 或者是如果不需要上课呢 他有的时候 他会学钢琴 他有他的钢琴 可是他学钢琴 然后或者是 有的时候下午 他就会说 我们开车出去逛街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去买东西 或者是一起去做指甲 就这种 比较回归女性正常 不是女性正常生活 就是比较 女性兴趣导向的一些活动 然后 然后整个过程当中 我一点都不觉得 他可能像 就是我对于家庭主妇的理解一样 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啊 或者是 呃 喉咙黑 他整个人还是很优雅 对 而且我觉得 让我很欣赏的一点就是 他继续有在培养他的兴趣 他有学钢琴 他也依然有赚钱的能力 他有教英文 只是说这些东西不是 不是整个家庭要支撑 就不是那种顶梁柱式的 呃经济来源 但是我依然觉得 他活得很有色彩 嗯嗯嗯 然后我也会想象 我也会想象说 如果以后我的生活是这样子 也很棒 当然他们家的经济能力 可能稍微比较好一丢丢 因为他们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有请一个helper 就是会来帮忙煮饭 然后帮忙处理一些家务的事情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 可能妈妈要上课的时候 如果小朋友突然间哭 因为通常小朋友 都会在妈妈身边啦 即便是上课的时候 但如果小朋友突然哭闹的话 可能helper就会来帮忙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helper不在 就是我会帮忙一下 我会去 我就跟小孩玩 然后就妈妈就专心上课这样子 嗯 对 但那个生活环境是 生活方式是让我 我蛮欣赏的 嗯 我觉得蛮谢意的 嗯 了解 但是你刚才讲到说 我们刚才聊到大家 各自对家庭主妇的一些刻板印象 然后你刚才在讲这位姐姐的时候 你提到一个点说 她没有失去她自己 对 所以 所以这个会 你觉得这是一个 你惧怕成为家庭主妇的一个原因吗 我觉得是 我很怕变成说 我要为了操劳家里的各种事情 而失去一些self care的空间 如果假如我真的有一天我的生活进入到那个状态 这个可能是对我人生当中so far最大的挑战 嗯 因为因为呢 当比如说当我想到家庭主妇的时候 我不只是 我对她的那个印象不只是说来源于小时候的影视剧啊 我现在比如说身边遇到的一些一些人 大家不要忘记我的本课是在日本念的哟 日本是一个对日本是一个家庭主妇非常普遍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嗯 大家是有一些讨论 对 大家是有一些讨论的 就是我相信现在的日本女生已经不是这样了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日本的性别角色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但是我刚刚去日本的时候 我还是有听到类似的一些言论 就是会有一些朋友说 呃 就是女孩子上一个好的大学 其实就是为了遇到一个潜力股 嗯 就是就是就是遇到了这个潜力股之后 她将来可能会进进一个大公司 然后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经济保障 所以你遇到她跟她结婚 那也就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 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然后我以前遇到的 不管是老师也好 还是呃 就是还是还是日本的一些家庭主妇也好 她们真的是起早餐 嘿 真的是起很早很早 然后首先要把自己打理好 然后呢就要开始给小孩和 做便当 做早饭 对对对 做早饭 然后做便当 天啊 然后送她们 目送她们出去 呃 上班上学之后呢 就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 然后才开始自己一天的生活 然后基本上可能偶尔出去 就是跟朋友喝个下午茶 怎样的 然后大概到三四点 要立刻赶回家 要开始做晚饭 等等等等之类的 就我之前其实听到她们可以为家庭付出的那个地步 是令我非常震惊的 嗯 因为我父母都不会 就我父母是绝对不会做到这一步的 对啊 就是早餐你自己出去买啊 上学你自己去啊 对 所以所以我当我到 而且她们还非常优雅 就是你知道日本日本女生 特别是家庭主妇也要也要维持 就非常精致的妆容 对 非常精致的发型 非常精致的身段和衣着 真的是让我觉得 就是I was very impressed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自己能够做到那一步吧 嗯 所以打她们的那个生活状态 给我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她们做成这样 那她们会有多少时间留给她自己呢 那她自己的生活又在哪里呢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恐惧的 既然你前面也提到说 你有你有认识 身边有一些朋友是家庭主妇 呃 她们 据你所知来 她们是因为什么原因 决定就是不工作 然后做做家庭主妇 嗯 我就举一个我的朋友 就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的例子好了 她选择不工作 一方面呢 其实确实是因为她有了小孩之后 她的心思没有办法在工作上 这是很 这是很现实很现实的 不是说她 不是说她很早 很早以前就是 plan for this she didn't plan for this 而是她作为一个母亲 她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 当她再回到职场的时候 她根本不可能 就是下了班以后 还要跟同事去什么 happy hour 这这那那的 她整个心都立刻 立刻一下班 立刻就要奔回家 就是见自己的小孩 她完全没有心思在工作当中 她也完全不care说 这个月的业绩怎么样 这个月的业绩怎么样 她真的不在乎 她就是 OK 她的心 首先是她的心已经没有办法 嗯 在工作上了 然后可能 其次的话 当然当时的那个状况 是有一些特别的啦 就是当时她所在的 就是她 她的那个公司 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司 就是在她怀孕的时候 公司就想说 把她replace掉 所以其实中间有些trust issue的 因为把她replace掉 这是一个 其实不是很 不是很合规 对 根据劳动法 其实是不太好的 对 所以就是说 再加上她当时的那个工作状态 她就已经不是很想要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那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他们家经济挑战是不错的 嗯 不只是她 不只是她老公可能是可以维持家庭的一个基本收入 她自己本身的家庭也是不错的 所以她其实是有这个自由去选择说 我就是想要回家照顾我的我的小孩 那她回家以后 她开始没有 她开始辞职之后 她回家以后 当然照顾小孩是她比较重要的部分了 但是她也一直有在 比如说她最近说要去考一个普拉提的教练 然后等考下来之后 她想自己开一个那个 工作室 对工作室这样子去 对 她的普拉提也是她生产之后 为了恢复身材去练的 结果练着练着觉得自己很喜欢 然后就开始在这方面一直维持着 所以她的生活倒是 倒还蛮精彩的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很好笑 就是比如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约一起出来 一起出来hang out这样子 然后她就会非常的渴望 她就会说一句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成年人说话 但是你刚刚这样描述你的朋友 我会觉得 她的形象至少我这样听上去 我觉得就是一个 其实可能可以很温柔 但是也有自己的世界 然后是一个挺美好的形象 但是突然间我想到说 我想要我们互相分享一下 自己对这种观念的一个想法吧 就我总觉得有一段时间 就是好像社会舆论或怎么的 就很鼓励家庭主妇 不是很鼓励女性 不要做家庭主妇 很鼓励女性 摆脱 摆脱家庭主妇的身份 我想问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声音 哇 我觉得你问了一个 可以用博士论文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以用一篇博士论文来解答 来回应 对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好大哦 首先就是我前 刚好这个问题 又link到另外一个 就是大概前几个月的 一个社会事件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中国大陆 某一个省吧 我不太记得了 就是有一位校长 是一个女人 然后呢 她就发现说 她是老师 然后她就发现说 在她出生的那个地方 很多女孩子 就是因为她们 可能在那边农村的一些观念 比较重男轻女 所以呢 就很多女孩子 她没有办法接受教育 她可能到初中小学 到某一个地步 她就为了要帮补家用 辍学了 所以她就很努力 就开了一个学校 专门为了 就是让这些没有 原本可能没有办法 接受教育的女孩子 去接受教育 然后前阵子 有一件事情 比较有争议的 就是她曾经的一个学生 就后来就结婚 生子嫁人了 就没有在职场上面工作 就做一个全职太太 做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呢 这个女学生呢 就为了回馈母校 就给母校捐赠了一笔钱 然后这个校长就很生气 生气的点是说 她觉得很失望吧 她觉得她培养出来的学生 怎么可以做全职太太 所以校长就拒绝了那笔钱 然后就引发了一个 很激烈的 就是大家对于 做家庭主妇的一个讨论 我当时看到 这种类似的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蛮痛心的 一方面 我是可以理解 这位校长的初衷 因为在某一些地区 我觉得女性的命运 真的是不由得自己的 如果她不存在的话 会有很多人 没有办法获得 她本来可以获得的教育 就是她本来不是这个人生 但是因为这个校长的存在 改变了很多女孩子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这校长 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她对于那个学生的态度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偏激了 这个校长是男性女性 如果如果 女性啊 可能我刚刚 这个校长是女性 她的理由是说 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 从农村出来的女性 她非常知道 一个农村出生的女性的命运 其实真的是 她可能是很悲惨的 所以她是非常鼓励 就是说 如果你的出生本来不是很好 你要努力去争取 在社会上的一个地位 那她觉得 大多数可能 同样出生的女性 如果进入了婚姻之后 做一个家庭主妇 就往往可能会 最后的结局 可能会比较悲催 就是没有什么地位 然后会被 没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会被整个家庭 被绑住 她的这个说辞 我倒是可以理解了 对 但是 很可以理解 对 其实我可以理解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觉得 那如果那个女生 就如果 如果她的那个学生 是自己自愿 选择要做家庭主妇 而且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 人也有 这个选择的自由吧 虽然我可以理解 就是说 对 她的那个说辞 但是 我觉得也不能就 一杆子打死 说 就是 什么什么一定好 或什么什么一定不好 我觉得大家 有自己自由选 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而且成年人 你既然选择了 这样的生活 那有一些生活的后果 你就自己要去面对的 我觉得 就是 我在想象说 这个事情 如果发生 发生在我身边 其实也蛮难处理的 因为 很明显 女校长回去 开学校 就是鼓励女孩子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嘛 那如果 她的一个毕业生 毕业之后 做了家庭主妇 which 跟大多数 可能村庄里的 女孩子的命运 这样听上去 没有太多不同的话 那这一笔钱 拿回来 她的这种立场啊 或者是 带来的宣传效益啊 就看上去是 违背了她之前的一些原则 的初衷 对对对 对 但我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有更聪明的处理方法啦 就是 就是 either你可能 重新brand一下 呃 就是给你钱的这个毕业生 或者就是 你不要让她变成一件那么张扬的事情 anyways 呃 我没有想到会 那你怎么看呢 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引发你这么 就是这么社会性的一个讨论 因为 oh no 因为我本来的立场是单纯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 还没有 还没有 连男朋友都没有的 三十家女性 我的一个真真切切的想法是什么 呃 首先我觉得 就是 社会鼓励 跟我自己的选择 首先 没有很大关系 可能可能 当然必须要承认说 我们已经 我们的 呃 这种世界观是建立在有一定教育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们想东西的角度可能会跟 刚刚 譬如说你刚刚案例当中 他们讲到这些人想东西的角度会比较不一样 呃 但我觉得归根究底 呃 要不要鼓励女性摆脱家庭主妇的身份 首先我觉得 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有一点 有一种预判的感觉 他用了 如果用摆脱这个词就代表说 哦 他认定家庭主妇是一个贬义的身份 是不好的 对对对 对 但我觉得 这个事情的核心是 你尊不尊重女性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嗯 对 就是以前的社会是 呃 常常 非常鼓励甚至于是带一些强 就是强制性要求女性 呃 不能出去工作 要留在家里 嗯 带小孩照顾家庭 做家庭主妇 嗯 但现在的社会是开放了 并不代表说 你就不能做家庭主妇 你就一定要出去工作 对 所以我觉得 那个 出发点应该是说 你有没有真正去聆听女性本身的想法 因为 女人跟男人太不一样了 你的 我的小孩是 是从我的肚子里出来的耶 对 就是那种 那种bonding 是男人是 应该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 所以 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 那么 那么主观 那么强烈的一个方式 去 去title这件事情 对 嗯嗯嗯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我 我也是 怎么说呢 我还蛮难 我还蛮难回答的 因为我可能也是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对啊 因为我之前其实 在过去的 真的是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其实是蛮恐惧的 因为我的家庭里面没有先例 而且 我的家族可能也是认为 家庭主妇是不好的 就是我的家族对于 家庭主妇这个身份 也是有一定的 刻板印象 或者是偏见在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可能性 我从来没有想过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能性 但是我后来真的是因为 我不如到了这个年 年龄之后 我不得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有很多很实际的考量 然后我就开始去寻找说 那有什么 家庭主妇 so call 家庭主妇吧 她是跟我原来的刻板印象 不一样的呢 她会不会给我一些不同的 新的生活方式 是颠覆我原来的那种想象的 然后我就发现 诶我身边其实有啊 有这样的人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到说 嗯 那个 那个那个 Michelle Obama 对 就是美国前第一夫人 其实她 第一夫人 她也是家庭主妇 你们知道吗 对 但是她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 家庭主妇啦 因为毕竟围绕她的事情 事物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但是呢 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 是我看了她的一个采访 然后她在采访里面 就是那个主持人就问她说 诶你有看过Lin In这本书吗 嗯 嗯 就是Lin In是那个 Facebook的COO 对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成功的 在商业上很成功的女性写的嘛 嗯 然后她其实在书里面 就是在鼓励说 女性不要给自己 设立职场天花板 你不要觉得你生了孩子 你有了家庭之后 你就会走到一个平静 走不下去 其实女性可以同时 兼顾家庭和职场 她后来就做得很高 嗯 对 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就问 你想想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哦 她就 她就问这位第一夫人说 诶你怎么看这本书 然后 第一夫人就直接来了一句 I think that's bullshit 嗯 嗯 对 因为她就说到了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说 听起来好像是可以做到 就是 确实是有 可以做到的人 没有错 她说但是大家不要忽略 这位女性之所以可以做到 是因为她是一个privilege 她有她的privilege 她有三四个helper 帮她就是 就是做家务 的各种事务 对 处理家庭的事务啊 所以她自己本身在家庭上的时间 她是可以有一定的就是flexibility 她选择多或是少 对 而且她的出身 其实她的教育背景 她的整个出身 当然并不否定她的职场当中的努力 但是她的她是拥有一些其他女性 比如说是一些working class的女性 没有的一些特权 所以她自己作为一个 她也认为自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她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又去从政 然后又要辅导我孩子的作业 然后又要做家事 对 所以她其实后来在她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奥巴马当总统之后 她就基本上就没有再 做过任何的职位了 她就从她的职场当中退下来了 她就专心的去处理一些内务的事情 对照顾家庭 所以我听完她 连她都这么说 她其实很成功的一个人 对 所以连她都这么说 就让我更加的思考说 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是你不得不去考量的 没有那么理想主义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社会上鼓励女性 摆脱这个也好 摆脱那个也好 有她的原因 但是那个不是我去考量 我要不要做什么身份的一个来源 对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虑 你现在可能你的直觉想法是 你更想要拼事业 还是你更想要照顾家庭 然后把家庭经营好 因为我觉得也是慢慢长大 你见的人多了 你才发现说 原来是有选择的 你小时候可能觉得 社会宣扬怎么样 你知道怎么样 可是慢慢长大之后 你就发现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 潮汕地区 潮州的大男人主义啊 然后 对不起啊 潮州一定是听众 但我也有 我也有实际见过就是 我见过一个 其实他年龄比我小 我当时是 大学本科拍纪录片的时候 拍毕业作品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家庭 然后那个 那个家里的男主人 就首先他们是潮州人啦 然后住在一栋房子里面 然后就是那种 家庄一定要比较 富力弹簧的感觉 然后有两个还三个儿子 然后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 跟两个小孩一起住在一起 然后家里是开工厂的 然后爸爸就要处理 很多工作上的事物 但是爸爸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爸爸的爱好是做 是玩滑翔伞 我们当时就是派他玩滑翔伞 然后就接触到他的家庭之后 就发现他的老婆 也就是我其实很想要 重点讲的那个女生 就是完全全职太太 然后很支持他的老公 然后你看得出他 他就是打从内心觉得 如果我把我的家庭照顾好了 我才能够觉得 这是可以让我骄傲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成就感来源于 他的家庭 有没有被他照顾的好 对 然后我是第一次 真的看到一个女人是 可以以此为荣的 而不是用一种单一的 社会化标准 什么你的业绩啊 你的事业啊 你的营业额啊 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哦 原来这种东西是 actually是存在的 然后也是见过了 不同的这种女性之后 你就发现 其实我们是真的 有那个选择的 就是你自己 真的是要回到 你自己的身上 你更希望 以你的家庭为荣 还是以你自己为荣 但这个说法有点偏激 就是为什么要是为荣呢 就是你喜欢什么 对 明白 就是你喜欢什么 就是什么让你有成就感啦 对 对 那等一下哦 所以你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等一下我最后要来一个灵魂中的灵魂拷问 好 我们最后的问题是吧 对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聊 其实都是在聊我们的个人意愿 就是我想想要做家庭主妇 我怎么看待家庭主妇 那如果 对 虽然我们现在八字都没有一点 如果你的八字的另外那一撇 就是 Let's say 你未来的 你未来的丈夫 对 我又等一下 你问之前 你问之前 我又想要穿插一个 Friends的一个梗 就是 你知道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八字没有一撇 这句话的英文是什么 你知道这句话的英文是什么吗 我当然不知道这句话 为什么会有英文啊 OK 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准确的翻译 可是我记得在Friends里面 为什么这句话会有翻译 Anyway 因为很多Chinese old sayings 都有翻译嘛 但这句话呢 就有一个 我觉得很形象的 一个对话 这来源于 有一天 Phoebe跟Monica 好像的一个对话什么的 然后就忘记发生什么事 反正Monica就问Phoebe说 Do you have any plan? 然后呢 Phoebe就说 I don't even have a plot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是很可爱 是很可爱 跟我们的概念就是一样 对啊 Plan Plan I don't have a plot Pla 好 回到你的问题 好 好啦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plot 但是如果 如果你未来的老公 想让你做家庭主妇 你愿意吗 他有钱吗 我未来老公 他有钱吗 好问题 所以如果他有的话呢 如果他有 然后他想让你做 你愿意吗 我 你想让我做我就做 然后呢 然后 对啊 就是这样回答 你想让我做我就做 因为我没有办法预判 我不知道到了那个年龄段 我的生活重心 我想要 我有没有拍我的第一部长片呢 如果我拍了的话 maybe我可以做一做全职家庭主妇 但如果我还没有拍的话 maybe我也可能一边做家庭主妇 一边写剧本也不一定 但是 一切都要等到 那个时候的自己去做决定 就是 我没有办法 老公让我做 就算老公很有钱 就算老公是彭于燕 哈 为什么 彭于燕ですか 就算老公很有钱 我也要 从自己的实际意愿去出发 对 那你呢 我的话 我觉得要看 他的理由是什么 对 就是先把我自己的意愿 先摆一边 因为到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因为我相信如果 到他提出来的那一步 可能我自己已经想过很多了 但是 先把我的想法抛开的话 我需要知道 他如果想 如果他suggest 那我想知道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他的原因是说 我就是想 想让你待在家里啊 或怎样 这种理由我不接受 我肯定不会接受 对啊 对 对对 但如果他的理由是 就是说 为我们整个家庭考虑啊 然后或者是 为我着想啊 等等等等的话 那如果他的理由 我觉得是 considerate reasonable 然后是有 对 reasonable的话 那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但是最终做决定 可能也是我自己的 也要看我自己的意愿了 天哪 你想想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期 是聊要不要读研究生 然后现在 对 一年半载过后 就开始聊要不要做家庭主妇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听歌一直在跟我们 对啊 天哪 听歌一直在跟我们成长 跟我们成长 这就是人生 我跟你说 这就是人生 当初在考虑 要不要念研究生的各位 你们今天要考虑做家庭主妇 如果 如果你们真的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拜托一定要告诉我们 你们可以在Instagram 或者微博找到我们 还有Facebook 对 对 哇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也真的是绝了 就可能在 真的是绝了 当初在考虑念研究生 然后念了研究生之后 就遇到了自己的老公 有没有 然后就做家庭主妇 然后等一下 然后再过 然后等我们可能节目 再过半年一年 然后我们讨论的话题 就是说要生几胎 什么的 我们真的是跟听众 一起成长的节目 虽然我们一直都 我们的状态就没有变过 一直都单身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白日梦 天哪 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之后 还是要聊回一些 这个也请 就是希望听众 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想听我们 聊一些这种 非常越来越老龄化的 越来越成熟的 越来越成熟的topic呢 还是我们 想要听我们聊一些 更休闲一些日常 现在就是 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你们的想法哟 欢迎 不要忘记我们的博客 wegotablog.com 然后 Patreon 还有爱发店 然后 还有什么 微博 Instagram Patreon 爱发店 Facebook 好像就差不多 Apple Podcast 五星的评分 还有评价 然后其实最最最重要 就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哪怕是分享在你的微博 或者是分享在你的朋友圈 或者是分享在你的Instagram 你的Facebook 就是 对 会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